半随着7月的到来 2022年的下半年就算是正式拉开帷幕了 而鉴于此 各大厂商已关心了自家的不少新品 其中就包括了全新的CPU 电源 D625内存 以及主板等 那么接下来就请跟着超级客来看看 这次有哪些新产品 是大家买不起 但看得起的呢 首先是CPU方面 AMD于今年3月公布了全新一代现成撕裂者 最近也得到了正式确认 在规格上 旗舰款5995WX为624核心128现成设计 基准频率2.7GHz 睿频频率4.5GHz L3G缓存256Mbps 次旗舰5975WX为32核心624现成设计 基准频率为3.6GHz 睿频频率为4.5GHz L3G缓存为128Mbps 主流款5965WX为224核心48现成 基础频率为3.8GHz 睿频频率为4.5GHz L3G缓存为128Mbps 除此之外 他们均是基于了Zen3架构打造 用128条PCI4.0通道 和支持8通道DDR4内存 TDP功耗为280W 然而在价格方面 根据Thomas Hale the World的消息指出 5995WX在国外售价6499美元 约合NB43,549元 相比前代 3995WX贵了约18.4% 5975WX的国外售价为3299元 约合NB22106元 相比前代的3975WX贵了约20% 而5965WX的国外售价为2399美元 约合NB16075元 相比前代3960X贵了约74.5% 当然 这样的报价对于普通玩家来说 简直就是天价 当考虑到这代现成撕裂者 主要是针对于OEM的专用工作站领域 不够大家看看就好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 根据VDcast的消息指出 NVIDIA、AMD和苹果 均是削减了台积电的代工订单 其中苹果即将发布到iPhone14 预计缩减订单10% 至于AMD则是削减了今年Q4季度 明年Q1季度的7nm、6nm工艺CPU和GPU订单 总计砍单预计达到了2万平晶圆 而VDIA目前暂未表明具体缩减原因 但已要求延期明年Q1季度的订单 而出现这样情况的原因 大概是由于现产品积压过大造成的 所以三大厂均是不再居加新的订单 而这也就意味着 此前最早预计于7月发布的40系显卡 以及年底公布的7000系显卡 都有可能会延期发布 然后是内存条方面 石城科技于近日正式宣布了 旗下的首款高性能工业级DDR5内存 Industrial 据悉在外观上 它的设计看似粗糙 像是没有马甲覆盖的裸条 但由于它是首个工业智能报警DDR5内存模块 所以其具备了独特的报警喇叭和RGB提示等 能够在特定环境下提供警报通知和提醒的作用 至于规格方面 其用了5600MHz的频率 能在1.1V的电压下运行 并可支持下一代Intel Raptor Lake和MD Rafael X平台 除此之外 其还具备了SPD血肉保护功能 可以有效降低异常发声 比如断电导致的SPD数据变化 以确保内存运行稳定性 而它能不能适用于普通玩家 这就得等实际公布后续的详细情况了 所以想要了解的用户可以重点关注一下 接着是电源方面 目前微星将推出旗下的全新MEG MPG系列电源 涵盖了1300瓦、1000瓦、850瓦和750瓦等四个级别 其中MEG系列的1300瓦和1000瓦两款 均是通过了80PLUS白金认证 并将基于新的微星Gi引擎 而MPG系列的1000瓦、850瓦和750瓦三款 则日通过了80PLUS金牌认证 除此之外 两者都将额外提供12Pin转双8Pin的连接供电线 以及完整的12加4Pin的连接供电线 至于目的 则日为了即将发布的40系显卡做准备 但暂时还不清楚 这两款电源合适上市 而对此感兴趣的玩家 还是要耐心等待一下 然后是主板方面 目前华琴率先公布了 旗下首款支持锐龙7000系列的主板 X670E太极 据悉其将拥有全新的AM5插槽 支持26项DRMOS电源设计 配备4插槽DDOM内存 并且也还用了一个PCIe 5.0x16通道 和一个PCIe 5.0x8通道 而诸如像WiFi6E、USB4等 也都实现了兼容 但目前 奇景会在部分地区进行销售 价格也是未知 所以想要购买的玩家 可以留意后续的报道 最后则是外设方面 日前 索尼正式公布了旗下 首个游戏设备品牌 Inzone 并为玩家带来了 Inzone M9、Inzone M3 两款电竞显示器 以及Inzone H9、Inzone H7 和Inzone H3 三款游戏耳机 其中Inzone M9 为27英寸的IPS显示器 拥有4K分辨率 以及144Hz高刷 并且支持HDR600 一毫秒机机器响应 VLR 以及NVIDIA G-Sync技术 第四IP3色域为95% 而正对于自家的PS5 其还专门进行了连接优化 可让设备在初始期间 自动识别并优化HDR设置 而Inzone M3 则是拥有了1080P分辨率 支持HDR400 刷新率由144Hz 提升到了240Hz 至于搭配的三款耳机 均是支持了360游戏空间音频技术 其中Inzone H9 采用了蓝牙和2.4GHz无线连接 并支持降噪功能和快充技术 续航可达32小时 Inzone H7 则是取消了降噪功能 续航可达40小时 而Inzone H3 则是一款有线耳机 价格方面 Inzone M9显示器的售价为 6999元 Inzone M3显示器 目前暂未上市 而Inzone H9 Inzone H7 和Inzone H3 三款耳机的售价 则分别是2299 1799 和799 所以对此有需求的玩家 可以期待一下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产品资讯的 全部内容了 不知道哪一款产品 比较符合你的胃口呢 欢迎在评论区 或单位上留言哦 那如果还想了解 更多以前相关的消息 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立强 我们下期 再见